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企业投资进行管理 尤其是进行业务扩张 做大做强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那么公司企业在开展并购 重组 清算 股权转让 股份回购 增资 出资 撤资 减资 资产划转 与股份减资中如何做好税务处理呢 如何进行税数筹划与税数封控呢 企业在股份交易中出现了对赌协议 又如何做好税务风险防范 公司通过私募股权进行融资 如何做好税数筹划与封控呢 企业搭建VAE架构 实施境外融资 又如何在做好税务规划的同时 避免其中的税收风险呢 还有企业推行国际化扩张战略 实施海外并购过程中 涉及的税务筹划和封控如何做好才能降低并购成本 最终促成海外并购获得圆满成功呢 今天 鲍老师就资本运作中的税数筹划与封控专题 跟全国各地财块精英们进行分享和交流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一块资本运作的含义和特征 那么什么叫资本运作呢 从含义概念上来讲呢 资本运作又称为叫资金运作 资金运作 但是它跟普通的那种资金的运作呢 有所不同 它是比较special 比较特别的 当然跟资产经营 正如刚才我们提到的 就是资产经营和商品经营是不一样的 它有自己独到的特点 那么资本运作称为资金运作 是指在遵循资本市场规则 市场规则的前提下 通过发行股票配股 增发股权转让 还有什么股本回购了 合并分立托管收购 兼并一串串 很多很多很多方面 还有股权置换等等 还有在我们中国还有比较特殊一点 就是股份减持 大股东怎么减持 因为我们知道 大股东还有上市公司的董监高高管 他减持如果违规 集中减持太大 会对自己公司的股票造成负面影响 股价出现短期的急剧的大跌 对不对 会影响金融市场 资本市场的稳定 股市的稳定 所以管理层呢 对这个大股东怎么减持 董监高怎么减持呢 近年来都出台了比较严格的一些做法 这一块我们是需要了解的 对不对 那么资本运作呢 这个 通常来讲 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实现企业资产价值增值 经济效益抵增提升的一种经营方式 也就是说资本运作是一种很特殊的资金运作 跟普通的资金运作不一样 比如我们企业作为财务管理的话 你做好资金的管理 对不对 资金的使用 调配 支配 运用 可是资本运作 它涉及的这个资金运作的面非常广 层面比较复杂 方式当然多样化 而且它的后果也是多样化的 当然期间的税收筹划风控显然是比较复杂 也就是说搞资本运作 一般来讲 企业要涉及到这种风险防范和筹划 还得请专业人士来搞 那资本运作居然在企业的业务扩张 做大做强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那么资本运作有什么特点呢 跟这个资产经营和这个商品经营比 资本运作它有一个流动性 流动性 也就是资本它是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 资本的闲置就是资本的损失 我们都知道 钱如果存在银行 等于就是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就是贬值 即便高于通货膨胀率 你也还是获得很低廉的一种投资回报 那就要把钱去用钱生钱了 做投资 这是指家庭个人来讲 对企业公司来讲 他手上有钱就是要搞什么 对要用钱生钱去搞收购 尤其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一些经营不下去的中小企业 正好是大公司吃掉他们的好时机 就是所以每一次我们中国楼市调供一些中小企业撑不下去了 倒闭了或者关门了 转让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有力的强劲的那种品牌房地产公司出手的时候 在这个方面万科做的比较成功 那我们说资本运作呢 当然资本它必须要动 不动它就没有生命 资本是有时间价值的 一定要的资本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价值 也不能讲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另外还有个资本运作还有个增值性 也就是说它不仅有流动性还能带来增值 实际上资本增值是资本运作的最根本的要求 我们搞资本运作是希望我们这个资本运作以后的结果 相关的资产 它的公用价值在不断的递增 如果是在递减 那你为什么要搞资本运作呢 那么这个资本增值呢也被看成是资本的一个特点 资本的流动重组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增值的最大化 企业的资本运作是资本参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断裂变 变换其形式 并不断的这个变换其形式 参与产品价值形成运动 在这种运动中使劳动者的活劳动生产资料物化劳动相结合 资本作为活劳动的吸收器实现资本的增值 这个话听起来有点抽象 其实这些也是经济学里面的知识 我们就不多说了 资本运作的不确定性 什么叫不确定性呢 其实资本运作的风险 肯定跟它的高收益是半相随的 相半相随 资本运作带来高收益 高资产回报 但同时也面临着高风险 资本运作活动风险不确定性以利益并存 任何投资活动都是某种风险的资本投入 不存在没有风险的投资和收益 这就要求经营者要力增在进行资本运作决策时 必须同时考虑资本的增值和存在的风险 应该从企业的长远发展着想 企业经营者要尽量分散资本的风险 把过于集中的资本分散出去 同时吸收其他资本参股进来 也就是引进新的投资者 有些情况下是长期战略投资者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要注意资本运作风险 我们这讲的风险其实主要是些什么 对 主要是它的一个一些经营上的风险 但是其实资本运作的风险还包括很重要的税收风险 和其他法律风险 而税收风险以及相关的筹划 正是包老师这个课程里面要讨论的要点 OK 我们来看资本运作中涉及的主要追踪 那么我们搞资本运作通常会涉及哪些税 大家都想到了 那就是所多税了 企业所多税 个人所多税 因为这里面有个人投资者在里面 肯定有个人所多税 而且搞资本运作 比如说 你公司通过融资 不管你经过什么搞什么新三版的IPO这种 你上市了 对不对 那如果这里面涉及到个人的资产的退出 资金的退出 股份的减持 是不是涉及到所多税了 对不对 这是肯定的 还有一个增值税 它涉及到商品货物资产的 还有服务的转让和受让 以及购买和销售 当然也有增值税 尤其是一些资产的划转 涉及到资本运作里面 不是一个资产的收购了 对不对 一个资产收购 并购 那这种 还有资产重组 那这里面 你买别人的资产 对不对 也把别人的债劳动力什么都包下来 那这里面有没有涉及到增值税呢 我们都要讨论 另外还有土地增值税 契税等等 这一块涉及到重组方面 并购重组方面的这种 这几个税种 那是由我们在财务人员 必备税数触发指示里面 已经给大家讲过 这里就不再重复 一般不会多说的 主要是简单提一下 当然还有相关的 这个附加税费 就是陈建税和这些个附加 其中 也就是说上面这所有的资本运作 所设税种中 所多税 是资本运作中无论是从税数筹划 还是从税数风控的角度来说 都必须重点考量的核心 那么以上呢 就是老师跟各位学员呢 分享了第一点啊 就是什么叫资本运作 我们最近要应该知道 资本运作跟普通的 一般的资金运作不一样 它是一种 它跟资产经营和商品经营也更不同 它是一种具有流动性 增值性 不确定性 尤其是风险 包括税数风险在内 这么三个基本特征的 一种资本经营方式 建议发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